全泰第一魂魄泳 阿赞莱 早期魂魄泳 也是存世量最少和最难得的版本 魂魄泳的毕业牌 阿赞莱是泰国魂魄泳鼻祖 也是全泰公认灵验第一的魂魄泳名师 制作金身的草藤 在师父念咒编制的时候 化成一股超自然的生命力 这一派魂魄泳可以用来当替身 主人家不再时帮忙看守家里 防盗 防降头 防携灵 求生意兴隆 师父还交代有特别供奉方法和经文 是一款非常好的守护保镖 阿赞莱都造魂魄泳是非常复杂的 首先需找来石心的竹子 竹树必须是倾向东边的 石心的竹子已属难找了 还要求倾向东方 可谓难上加难了 得到石心竹子后 需选择阴日阴时 奉上供品膜拜 送奉请周后 才可将竹子砍下晒干 竹子聚成六寸长 将之削成像火柴之般稀有 再一分为四 成又现状 之后依据法本上的编制法 捆绑成一个将军形或全石形等各种模型 阿赞莱所铸造的魂魄泳 是最灵验的护持主人之安危 避开刀枪之伤 更可打一切将属之侵害 佩戴了阿赞莱的魂魄泳之后 前后四方都有魂魄泳 跟随守护 阻挡一切迫害 而且魂魄泳没有避迹 佩戴者可以随意到任何地方 所以很受信众欢迎 现在要奉请阿赞莱的魂魄泳 已经非常难得了 其价值也不菲 欢迎订阅本频道 了解更多佛牌资讯